HELLO 大家好 我是蘋果爸 今天來跟各位分享 AutoCAD訊息畫面 我們每天工作都會使用AutoCAD開啟DWG檔案 有時候AutoCAD所有的版本 都會去提供一些訊息畫面 以上我們來做一些說明 這邊有15張相片 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張 這邊了解一下 AutoCAD有自己專屬的自行檔 所以這個缺少的意思就是說 這張DWG檔案有使用自訂的字體 所以他找不到要請使用者 用戶自己手動去指定置換 舉例來說 像Windows是不是有華康中黑體 或是綜藝體 新細密 全真中原體之類的 這時候找不到Windows會自動幫你替代 但是AutoCAD不會 所以今天你一定要為每個 XX檔案做置換 如果你要忽略的話 圖面中的字體就會變不見 這是第一個 那我們看一下第一個畫面 第二個呢 這個是一樣 他找不到外部參考 其實AutoCAD呢 他除了DWG可以去做會圖的動作 一般我們可以使用插入外部參考 最典型的範例就是使用在圖框 一個專案都有圖框 圖框是共用的 所以每張圖的圖框都一樣 這時候呢 跨圖堂使用共用資訊 我們會建議使用外部參考 有點像母圖的概念 你只要將一個原始的外部參考底圖呢 圖框做更改或儲存之後呢 那跟他有連動的圖面呢 假設有100張圖框 他都會同步更新 所以這個訊息是告訴你說 我這張圖呢 他有連結的外參 但是他現在呢 找不到 你要請對方 譬如說 假設你的業主或是建築師 他提供檔案給你 他可能忘記提供連結的外參檔案 所以這時候呢 要請他提供 不然這時候你只能選擇忽略 因為你沒有原始檔 他就不會做顯示 所以這邊再提一個小概念 Allocay有很多功能跟觀念 都是用外參的概念 都是用連結的概念 所以剛剛講的第一個圖片 文字呢 就是一個外參的概念 他跟他做連結 所以你要有正確的字型 才能顯示正確的文字 那第二個呢 你要有正確的外部參考 才能顯示正確的圖面資訊 好 那我們看下一張 那這個訊息呢 其實只是說 因為Allocay的出圖比較特別 Allocay它的 可以每張圖檔去記住 不同的繪圖機 甚至於不同的一些 出圖的設定啊 不管是筆寬 或是出圖的尺寸 所以這個 其實是Allocay的警告 他不應該用警告 因為會嚇到人 他其實只是說 你沒有這個HP的設備 那你只要選擇 你目前的電腦 可以去出圖的一秒機 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訊息呢 其實你可以做忽略 並不是你的去用程式有問題 好 換下一張 第四個 那這是圖子集 遺失關聯 所以再回到我們剛剛 第一個跟第二個的關聯一樣 他都是有個外參連結的概念 所以這個DWG呢 他有跟我們圖子集做連結 做連動 那圖子集如果你有興趣 可以上論壇去做一些 搜尋跟了解 那簡單來說 圖子集就是 像是一個圖櫃 圖櫃有建抽屜 那抽屜裡面有放圖子 我只是把我的圖子 放在圖櫃裡面 那今天櫃子不見了 他會問說 那你的圖子找不到櫃抽屜來放 那請問你該怎麼辦 那這時候如果 一樣 對方沒有提供你圖子集 他只提供你DWG 這時候你也無法去 跟原來的檔案做連結 所以這時候呢 你只能選擇忽略遺失的關聯 好OK 第五個 圖檔無法開啟 因為他使用教信的版本 所以今天 Oracle版本呢 比較特別 早期呢 像我們今天講 Oracle2010版本好了 它2011、2012 這三個Oracle版本呢 它的內定檔案格式呢 都是Oracle2010 也就是說 Oracle2012 繪製的DWG 2010可以開 但是呢 我今天使用 Oracle2013到 Oracle2014567 這五個版本 它的內進格式呢 是2013 也就是說 我Oracle2013打開的圖檔 編輯儲存之後呢 Oracle2012以下是不能開啟的 所以這時候 你只能請對方呢 將這個DWG呢 降存 或是我們自己本身工作呢 我都會把內定值把它改掉 將檔案傳輸給對方 給業主 他們都可以正常的開啟 那看第六個 學生版戳記 早期呢 叫做教育版 然後現在Oracle呢 應該是從Oracle2018 開始呢 就有個 更名為 學生版的戳記 其實跟教育版都一樣 就是說 這是非上用的 非正式的版本 那它出圖的時候呢 在我們的出圖預覽 福祉呢 上下左右 都會有個學生版的戳記 OK 所以 這只能做 學生自我的學習使用 不能坐在 這邊有提到 商業用途 這個可以了解 那今天 當你用商業版 正式版本呢 開啟這張 含有 學生版的 出圖書記的檔案呢 你只要在正式版 儲存一次 它就會自動把它取消了 OK 好 那我們看下一個 大量註解比例 OK 有這麼多的版本 這麼多的 功能 所以 有些功能像 OROKE2008 有個功能叫註解比例 它產生了一個 資料異常 也就是說 它那些大量的註解比例呢 正確來說呢 它應該是要被刪除的 可是它被保留下來 造成檔案異常放大 所以呢 它 應該是從2010版本開始 會內建 這個功能做清除 所以到現在的版本 偶爾還是會發現 偶發的狀態 所以你要記得打勾 然後讓它清除這個 大量的註解比例 才不會讓你的檔案 異常放大 或是變慢 這樣子 好 第八個 AEC 應該是最近 除了自行之外 第二個 大家蠻頭痛的 這個訊息也常常發生 那這個一樣 還是要歸咎到 AEC 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因為你今天產生DWG的軟體 有很多種 AEC是最典型 最原始的一個檔案 軟體對不對 那AEC 本身又有 mechanical 什麼MEP 什麼建築模組 或 結構的模組 所以 每個AEC 是母程式對不對 那AEC 會延伸其他一些專業套件 那專業套件 會有自己的 專業的一些 物件也好 那你今天 你跨軟體使用 這時候呢 它就會 辨識到 你有AEC 物件 比如說我今天在那個 OK的一個 建築的套件的 軟體 我上面畫了一個 專業套件的 3D東西 可是我今天 純粹的OK打開 它沒有那個 母體的資料可以用 所以它只能做顯示 OK 所以這時候 我們只能跟他說 不要再顯示 然後呢 請他使用 代表後面會提到 使用代理圖形 就是讓他 顯示物件 但是不能編輯 但是如果今天 它的版本太高 你可能會顯示的 不是當初那個版本 所可以顯示的 正常的狀態 好 這個我們先了解 所以一般我就會 把它勾 不要再顯示 那關於解決方案呢 我後面會再 分享 圖文的 回答 那現在先 大家先了解這個概念 我們看第九個 那這也是一樣 剛剛第八個 是你打開檔案的時候 就會偵測到 你可以忽略 不要再顯示 那下一個呢 是你當你儲存的時候 它會告訴你 有一些 不支援的自訂物件 一般如果你今天沒有解決它 你可以打勾 請它不要再顯示 其實 如果你今天使用 比較新的 OROK版本 其實應該是 你是沒有感覺的 除非它對方 是使用一些特殊的 軟體 產生的比如說3D物件 剛剛提到的建築模組 3D物件 你這邊 可能無法顯示 下一個 那這個是圖檔修復 還是跟剛剛講的一樣 就是OROK有這麼多軟體版本 而且還有其他的軟體 可以產生DWG檔案 所以多多少少 DWG圖檔裡面 都會隱藏一些 錯誤訊息在裡面 所以我們會養成習慣 去做一些修復也好 做一些除錯 最基本的就是做一些Purge 去清除一些不要的資訊 當它累積到一個 呃 記憶體可能不夠 或者是它可能 覺得它錯誤訊息太多了 它的檔案就會當掉 當你今天非正常離開的時候 你現在是打開OROK 它就會出現這個圖檔修復 因為你上一次是 胃衣預期的中斷 有可能是你電腦沒電 或者是檔案異常 然後 不正常離開OROK 就會出現這個訊息 好看第11 那剛剛提到說 恩 OROK它是現在為了保護 跟它自己的軟體 跟自己的檔案格式 所以它有個偵測的機制 如果你今天使用的是 比如說是SketchUp 它轉出的DWG檔案 那你今天來AutoDesk的OROK 打開呢 它就會偵測到 它這只是做一個提示而已 讓你去了解說 你現在的DWG檔案 可能會有一些 無法預期的 比如說 物件啊 顯示不太正常 因為它不是原生的OROK 所產生的DWG檔案 所以它有必要告訴你的訊息 通常如果你沒有什麼 太特殊的3D的用途 或是一些工具的話 有沒有 你其實可以把它打勾 請它不要再顯示 就永遠開啟就好了 好第12 這個是也蠻多人在問的 代理資訊 代理資訊我剛剛在AEC 物件有提過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拿OROK來講就好了 先不要講到其他軟體 我今天講說 如果說你今天OROK2008好了 它有個叫做 多重引線 然後你今天這個引線呢 新的功能 你今天如果說你已經使用到2004 或是舊的版本 去做開啟 那它就會 告訴你說代理資訊 也就是說 好簡單說 新版本的 新功能產生的物件 在舊版本 它不能編輯 但是呢 它希望你呢 可以展示代理圖形 所以通常呢 我們會勾這個 展示代理圖形 也就是說 有點類似剛剛提到的 那個 找不到字體 只不過它的代理圖形 它是會顯示它的 它能辨識的外框 可能是一些資訊 但是你不能編輯它 但是字體就不行啦 字體就一定要找到它 才能顯示 那代理資訊的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新版本 新功能產生的物件 我在舊版本呢 它還是會讓你做顯示 可是顯示的 你要看你新版本 是什麼樣的套件產生的 所以顯示的狀況也是 不太一樣 所以它的原因呢 是希望你說 可以讓你先看到東西 但是你不能編輯 那一般我們就會勾這個 展示代理圖形 好 第13 剛剛有提到說 剛剛 我們是不是會出現一個 那個 初訊集之後呢 會有一個圖長修復的畫面 那這就是你今天 剛剛提到 我們DWG呢 都要常常去做修復啦 像RECOVE RECOVE這個指令 做修復 那它會去做Purge 所以你今天 不要去使用一些太舊的檔案 然後你又沒有去做修復 所以這時候呢 有可能會造成錯誤中斷 讓你檔案永遠無法開啟 那好在就是說 OOK的軟體就有點類似 我們防毒軟體一樣 它越新版本的 OOK 它越有 較高的儲出能力 也就是說你今天可能 假設你今天使用 OOK2010 打開這DWG 它一直出現錯誤中斷 無法開啟 有可能你使用 OOK2016 或OOK2020 打開之後呢 它可以出現可以修復 好 所以這 有時候我們碰到檔案 你可能碰運氣 所以 還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觀念 就是 檔案要請坐備份 以備不時之需 這我常常在講的 好 我們看第14 所以這一樣 你看 今天新版本打開 就會跟你說土檔需要修復 不過可能舊版本打開呢 它一直出現 錯誤中斷 無法開啟 所以你今天 就回到一個議題 新版本到底要不要去追著它用 所以你要看你的工作需求 像我都會去做測試 再選一個自己覺得比較穩定的版本 去做工作操作這樣子 所以今天新版本就有儲存能力 它會告訴你說 這個檔案需要修復 修復之後呢 就可以打開了 OK 你也可以跟它說 永遠就幫我修復檔案 OK 好 最後一個呢 已修復 就當你修復完畢之後呢 它會告訴你說 這項圖檔出現了怎樣出入訊息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打勾標示顯示 所以整體 目前整理這十五種訊息呢 我們這邊先 透過影片的方式呢 讓大家知道 原委 跟觀念跟概念 那如果你有不清楚的地方呢 我歡迎你在影片下面 做留言 我會一起做回覆 那我們後續呢 我會找時間 再把 所有的解決方案 我會圖文並茂的方式呢 把它整理好 然後我會PO在 OLOKE顧問論壇 那想要進一步了解 如何去做 處理跟解決的朋友 記得要關注我們論壇 那如果可以的話 請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下小鈴鐺 你才不會錯失 最新的一些資訊 那我後面會再跟各位 繼續分享一些我的一些 心得談 那我們下回見囉 掰掰 我們下回見